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容眼睛 那么今天咱们家圈股价值数大跌112点 我相信大概今天市场上 那是非常恐慌了 可是这个跌的过程当中 第一件事情是我有跟你讲 而且我讲在前面 第二件事情是 它虽然很恐怖 但是却是很多个别股的买点 我今天不是欧白说的 我有证据讲给你听 当然我不能告诉你说 这些高标买的马载的涨停板 但是我知道它是一个买点 那有些时候涨停板 它是等来的 它不是追来的 如果你都是习惯 就是等那个股价涨停板 你才去追 我不能讲这样一定错 但是至少这样错的机会 会相对高很多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主力它不会是在 大盘大涨的时候去进货 它会是在大盘大跌的时候进货 你记得这个逻辑 好 那我记得我在 6月7号的时候 我在跟他讲说 这个行情冲出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高点 是8679点 今天已经跌破8500了 大概就指数的观点 大概就是差了200多点了 好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等拉回的节奏买点 第一件事情是指标背离 第二是均量没有黄金交叉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 要会怎么拉回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这是一个12345 5波嘛 5波 第5波冲出去通常都会造成背离现象 所以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在讲波浪理论这件事情 有些时候波浪理论如果乱用的话 那个模型的架构的波浪提速会乱七八糟 判断上面来讲就会差很多 所以它必须要搭配 不管是成交量或者是指标的部分 来去判断它在哪一段哪一浪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这是一个5波上升 它会有一个ABC的下跌 对不对 好 这是A 基本上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 我来讲说 这小伙伴上涨 上去很快下来很快 对不对 我是这样跟你讲的 然后 这边来我们拉近一点 好这边是ABC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因为我今天不是要跟你研究技术分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把它打到这个60分钟或90分钟的K线大概就很明显了 那它为什么会这样拉回 我在昨天的社团影音里面 其实我也都有跟大家讲 讲到这件事情它会做ABC 好 可是 有的股票不是今天是买点 有的股票是三天前就是买点 其实你们看今天的一个结构 今天大盘跌了1.3个 不是 电子分类指数的跌幅 只有1.27 它是比1.3还要来的小 今天跌比较重的是什么 比较重的是水泥 你自己看这个跌比较重 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指数 我觉得是就跌指数而已 个股还好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跌停板的加速 拌得明明明明 照理来说 那板坑一个很大声的 不好意思 是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右空陷阱 不要傻傻去放空 我再讲一遍 不要傻傻去放空 这个盘真的很强 这都是 这种成交量都不是正常的现象 这都不是正常的现象 我再讲一遍 这都不是正常的现象 如果你知道五分钟理论的概念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是标准的进货盘 才会有独有的现象 这个今天的盘不是正常的盘 我简单讲一遍 我简单讲一遍 你今天看空的人 或者是这几天看空的人 到下个礼拜 假水会变成阿水 尤其是空股票 今天很多人空股票居然是还是没有赚钱的 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跟他讲说指数下来 我很怕跟他讲指数要下来 然后结果你们那时候就是 那我就等指数下来我再买股票 是不是这样子 对也不对啊 怎么说 我们在6月14号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OTC跟大盘 它会有一段时间不同掉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加权股价指数在走这一段的时候 我把十字油标靠在这里 导播我们画面停留在这边 十字油标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OTC它有没有在往上走 没有 它往下走 所以OTC在走这一段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说 加权股价指数回来的时候 OTC会上去 好 加权股价指数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它回来了 可是OTC的低点 它在隔天出现 那我们再看这个图就更清楚了 我们拉近一点 这是昨天的OTC指数的 前天的OTC指数的K线图 它的低点是出现在6月13号 对不对 好 今天是6月16号 有看出来吗 它没有破底 它瞧瞧上去 它瞧瞧上去 这代表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Megang 今天股票涨停板 或是连续喷珠 大家都知道它叫做强势股 今天这个股票突然跳上去涨停 大家都知道它今天叫做转强 可是如果在转强之前 或是它在变成强势股之前 如果都要能够先知道的话 那就绝对不是等到大家讲 你敢听我的意思 好 所以我这样讲 今天3658的汉维科涨停 大家都知道它很强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它涨停板 大家也知道它真的是一架难求 但是能不能先知道 这个就很重要 那为什么我跟那种OTC会上来 那当然这个汉维科涨停板 它对OTC的权重是重的 所以为什么代表是OTC的 整个OTC的指数它其实还是往上走的 可是关键不是在汉维科 因为一根是一支股票而已 它只是一支股票而已 而是要有一个类股族群 带动整个OTC指数上去 我今天会公开的告诉你 那是哪一个族群 如果你听到它你会陪会 但是技术分析告诉我的答案就是这样 就像上个礼拜我跟你讲说 这场经济会拉回 你听到会陪会 但是技术分析跟我讲的答案就是这个样子 蜡维科目没有未来 但是技术分析可以 所以看到我们就是可以来验证 但是我懒得short time 这个后续上你要注意的是 它这个还不是真的功 但是你要等到这两条线 均线 均量线黄金交叉之前 把我跟你讲的类股先买好 因为它这个黄金交叉以后 它就上去了 这个KD指挂就你们看得懂 我就不多讲了 好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有一个族群 那这个族群 这个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它跟OTC有关系 最有直接关系的 这是成交量最大的位置 所以它不会是最高点 也下意思说我们把它当成一只股票来讲的话 它后面会这样子过去挑战新高 挑战新高之后会不会结束 不晓得 但是至少知道有这一段可以赚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 就是在这几天要布局这个族群 好 这个族群我跟大家公布答案 生计柜台指数 好 所以我们拉近一点 在这两天大盘大跌的时候 它有没有再破低点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前的一个指标的位置 好 这个开口在密合 所以它表示什么 它要转强了 但是它还没有转强 可是它未来会不会 当然有其他的东西辅助我 告诉你它未来会 好 所以 嗯 布局生计吧 好 但是布局什么股票 我会在我的社团影音 或者是在我的Facebook上面 我会提示大家 那节目的部分我就不讲了 好 技术分析的最高境界 就是要能够看到未来 那分析师的价值 就是应该要带大家去看到未来 而不是 就是看过去 看现在 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说 你看汉为科长你满锁住了 那不叫做看到未来 而是 你看 后面有一档股票 未来会涨停满锁住 所以我们现在要买它 因为买股票是买未来 听得懂吗 所以你在看我的节目 我在跟大家解盘 我相信 不管对或错 我们都不是事后讲故事 而是后面可以给大家验证 可是这个验证的背后 我总是希望说 我们今天不是说 要来臭屁我们的工夫好 也不是说 要臭屁我们的工夫有多准 我总是希望说 经过每一次的验证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懂得去 要懂得去进步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散户出身的 以前 我们在做国票的时候 不是看美国耶 看日本耶 你就知道我的古灵其实 有多久了 其实跟我的年纪可能是不成正比的 那当然也是有一些背景在 好 可是我就是要告诉你说 我过去的经验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改过来之后是对的 那相信我要改变你这个观念的过程之后 我讲 我要讲说你不要相信我外资 有道理啊 可是真的遇到的时候 我做给你看啊 对不对 我就用这支股票就做给你们看了嘛 这时候外资怎么讲 给我小贺怎么说 这时候外资怎么讲 给我小贺又怎么说 来到这边外资怎么讲 我又怎么说 我都跟他看法是不一样 当然我不是故意要跟他唱反调 但是我认为有些时候他是故意讲 你没看的东西给你听 听得懂吗 好 这几天外资很加码的时候 有赚钱吗 没有啊 所以这一波我当然没去买联发哥 但是前一波有 前一波有 那这一波没去买联发哥 但是我还是从这个角度跟你谈嘛 这就是技术分析的东西 否则我要怎么去告诉你说 你不要去相信外资 股票市场千篇一律的 它的显乐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不要太相信敌人说的话 它是就是一个食物链 它是一个食物链 公司派大股东 媒体业内最后是散户 法人散户 然后你们都去相信法人的 你们都去相信业内的 不要是怎么 很多时候是会勤家荡产的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再讲 头痛 请用预分枝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枝 五分枝 810909 倒数两天 叫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勤拿 新闻破敌 进出实战 淘苦爆爆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鹤 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的就不要等 要等的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小鹤 02-2781-0909 2781-0909 叫小鹤酒吧专案 边做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2781-0909 2781-0909 倒数两天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茧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常常跟他讲说 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才能尝试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那很多的东西是 技术分析他的解答 他的看法 他其实就是只有一个 好就是好 做败就是败啊 只是在那个当下 你要做什么动作 要操作这件事情就是 我的部位要怎么去增加 怎么去减少 怎么去做 做这个分段式的一个操作 为何而做 这个你脑袋瓜子都要 非常清楚 否则你那个 长的时候 你的心情就是开心 跌的时候就难过 可是有些时候都没有变 比如说 我在告诉你至今这支股票 我们在操作这支股票的时候 我在告诉你的就是PMOLED 好那我跟你讲说 后面要注意四件事情 那这四件事情都没有改变 今天 达尔夫挂牌 达尔夫挂牌 挂牌之后冲到288块 那当然因为他有除全息 他在新贵之前的价钱是400 那原则上 这个达尔夫挂牌之后 新贵的目前的一个股王 大概就剩下震撼生计 所以剩下的公司 价钱大概在400块左右 好那我再跟你讲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要去谈这个东西 因为 来宝 一样是PMOLED的来宝 在下半年会上新贵 他会上新贵 那下半年的意思就是6月之后 然后他又是下半年的年初 意思就是要嘛就是6月 要嘛就是7月 他就是会挂牌 那么他要挂牌 挂新贵的话 他的 目前 这个 这个承销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 这个普遍的看法 他是 他是有机会去挑战 新贵的股王 那如果说今天新贵的股王都是生计股 突然跳了一支电子股 你就要知道说为什么 这个电子股的产业 是大家可以给他寄予厚望 而且是可以享有很高的本益比的 好 那我跟他讲 我有跟他谈过不下恩赐 PMOD 他现在的状况 因为他就是供需吃紧 供不应求 那供需吃紧 供不应求 那某一种程度也代表是什么 他的获利如果要再提升的话 他必须要扩厂 那他要扩厂的情况下 做任何的一个电子产品 他要注重的是毛利 尤其是他扩厂不是生产旧的东西 他要生产先进的东西 甚至是新的产品 那个良率的部分 会决定他的成本 假设以面板来讲 我做十片 做十片太少了 做十万片 会坏掉一千片 那基本上我的良率就是百分之九十九 可是如果我把这个良率再把它提升 比如说做十万片 只会坏掉五百片 那我的相对来讲 我的耗损减少了 我的毛利率就会增加了 所以我在跟你讲这些东西就是 如果说来保在下半年会挂牌 那么你们当然就要知道说 至今跟来保之间 会如何有一个年代 群代的一个比价关系 这件事情我讲很久了 他今天在131块我这样告诉你 178块我也这样告诉你 就算今天来到150块我也这样告诉你 因为基本没有改变 但是131块的跌停板我会叫你买 可是178块我不会叫你追 131块跌停板 大家不要 然后大家抢着要178块 甚至是175以上 然后掉下来 大家这边不会去介绍 大家要在这边介绍 大家不要在这边看好 但是要在这边看好 为什么 因为掌停板喜欢用追的 对不对 我不能说你掌停板追一定都错 总是会有对的时候嘛 一买突破二买一要回三界点点 突破 突破啊有些时候是掌停板 我不能说一定错 可是基本面都没有变的情况下 现在拉回来了 它的成长性还是在的 它的成长性还是在的 但是关键是什么 它接下来的毛利率会是多少 这个你知道答案吗 如果你不知道你做自己怎么会赚钱 那我讲第一个来把挂牌 然后后续上的比价 一个第一季赚三块 一个第一季赚两块 那重点还有一件事情是 至今它第四季会有新产品进入量产 那这个EPS一定会增加 那它的毛利是多少 粮率 这个部分才是我们要看的东西 所以跌这样子 感觉跌很多 但是事实上你如果把它拉远来看 它就是一个整理形态 就这样而已 那我的关键是在于是 如果从这个地方 未来199要越过的话 我从这个地方买的利润有多少 这个地方买的利润 绝对比这个地方买的利润 还要来的高 更何况这边是指标背离的位置 我怎么可能带你去追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样子吗 所以打回来买啊 改变才能真正的与众不同啊 对不对 我们老是什么股票都要去用追的 这个安晴也是一样啊 这都是波段看好的股票啊 对不对 我们本来这个冲出去要做一次分段操作 但是我也可以老是告诉你 没有啊 因为刚好遇到盘式不好 它就刚好起下来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喷出去 没有办法卖 就是要卖嘛 不能买嘛 那打回来就可以买了 什么都没有变啊 今天盘面上最亮眼的一支股票 应该是因为你真的没什么好讲的 佳世达嘛 好那佳世达今天 涨上来我不是要请你们去追佳世达 不是 我要告诉你说 佳世达他为什么 他会去看好 接下来智慧工厂 智慧工厂它规模很大哦 它牵扯到物联网 它牵扯到自动化设备 它牵扯到工业控制 好这都是一个产业的一环 好所以 为什么有些烂牌叠下来的过程上 感觉是烂牌 但是你在那个时间点 愿意买敢买的人寥寥可数 所以这市场永远就是八二法则 好说我们的责任是 带大家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可是你会不相信很正常 因为你不是真的看到 不是这个样子吗 就如果每个人都没有 都没有人怀疑 都没有 没有人就是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全部都进去买 哦那真的招牢可高 因为那时候就真的 可能筹码就乱掉了 不是吗 现在盘面上最红的族群 电竞 今天创新高 今天创新高之后拉回 今天创新高之后拉回 昨天创新高今天拉回 但是都没有结束啊 都没有结束啊 大家总是长上来的时候 哇长上来坏习惯 长上来问还有没有下一只 可是其实主角就是那一个啊 至少在这个波段是这个样子 日本颁发运动员签证给电竞拳手 台湾目前能卡关 我看到的不是台湾的劣势 我看到的是台湾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 所以 像这样的股票第一次 做了两次的分段操作 381 4325 然后打回来 我们把它买回来了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我们把它买回来了 因为我认为 行情要走回升 两种股票 它的涨幅会是最大的 而且它会是资金汇集的焦点 这是经验法则 第一个 筹码 非常稳定的股票 第二个 它是机优成长股 甚至是转机股 转机股其实也是机优成长股 因为它成长 从迈纳斯突然变成正的 这个东西叫产业去着手 然后我们再从 你看哦 我在做电竞的这个时候是4月6号嘛 对不对 4月6号我们已经在注意电竞这个产业了 然后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 就是这个月的月初 才在Computex展去做最后的final跟确认 所以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有些股票真的不是一天两天 可是如果黄黄中日每天都在买卖之间做选择 真的一天做错却没有大串的机会 就像大盘上上线下 你就忽多忽空 你真的 你真的就真的完全没有任何赢的机会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二分之一的角度 你看多看通 对也不会就是个二分之一啊 对不对 可是你忽多忽空 长上去就看好 叠下来就看不好 那你真的是 连那个二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在跟你谈的东西就是 规划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随行情 应变行情 成如我之前 事先告诉你的规划一样 接下来 3-1 3-2 3-3 即将启动 在整理完之前 会有鼓派先冲出去 三颗星的人 电话把它拨通 我们今天的活动 再度进入倒数 那么 你可以来问看看 好 因为这个东西 它搭配的一个是 以后永远不会有的东西 但是有三颗星的人 电话拨通 等这一件 做灰 来打拨 但是 是 龙城 非将赛 不叫 五马 杜鹰山 散户的真之声 画容点金 感谢收看 欢迎加入 电话拨通 财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正确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忽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气贴 请用气贴五分珠 五分珠 不豪 右小贺 酒吧专案 边做边学边转 走吧 大家一起转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倒数两天 右小贺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哦 标普勤拿 新闻破题 进入实战 老虎爆爆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中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贺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叫小贺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叫小贺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老师说地震时 要蹲下小掩护 不要惊慌 妈妈说疏散时 要不推不跑才会安全 可是为什么大人们 都不保护自己呢 绑带需要行动 教育需要绑样 在这儿要身体内心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续 当机会千载难逢 今日启用一千元 体验空天了一个月 温暖 会 复